今天我们接着从上个礼拜的部分接着继续讲 上个礼拜的重点大家回顾一下 第一个我们来做简单的问卷 大家来了解一下大家的一个 包括你们的程度还有学习需求 另外的话我们上个礼拜最重要就是说 把那个我们的那个懒人包 那个拍上的懒人包把它建置起来 所以特别是懒人包 我是建议你任何地方你就把它建立这个环境 然后试着写上个礼拜的程式试看 那将来的话每一个礼拜都会有一些练习 那我是建议大家回去的话 一定要自己重新再把那个程式写过 那有一些那个程式的语法都固定的 那它定的啦 所以那个固定的规则没办法改变的 也就是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写 那个语法都固定不能改变的 所以那个语法请各位务必要记熟 然后上个礼拜我们就是练习了 大概就是几个程式 包含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程式 就是A加B 然后把A加B的结果把它print出来 然后并且就做一些转型 比如说如果假如说你今天要把数字跟文字串接在一起 中间加个加号就可以了 串在一起 但是问题你的形态一定要通通是文字才能串在一起 才能输出哦 所以如果假设你要把数字转换成文字的话 记得有个函数哦 就是str把它包起来 还记得吧 那相反的 如果说你要文字要能够变计算的话 可以计算一定要转换成数字 那转换成数字的话 大概有两种形态 一个int嘛 整数 一个是floater 就是小数点这个上个礼拜其实都有 你们在云端白板上面应该可以看到 那另外的话还有一个换行 换行有一个反斜线N嘛 推次元 那再来就是说 有讲到一个蛮重要跟那个AI部分比较关联性的 就是说呢 如果将来你要学习程式的话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优点 现在甚至AI 它至少可以提供给你四个方向的辅助 我自己归纳的出来 第一个帮你写程式 那应该比较精确应该是帮你写一个程式的范本吧 这个范本你要看懂 所以你必须有个能力 你要知道这个程式要放哪里 然后可以run 如果你不能run的话 那基本上给你也没用嘛 OK 另外可能这个程式你run的时候会有bug 有没有 可能会有一些要修改的地方 所以至少你要知道出错的地方在哪里 恐怕要修改 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恐怕这个也会是个问题 所以至少不是说你有AI之后什么都不用学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厉害吧 就是说你至少你可以运用AI 你应该帮你产生一些程式的一个架构 甚至帮你写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子 然后你再把它改成你要的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程式 这个是可以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如果程式有bug的话 其实我讲过啦 你甚至可以把那个错误的程式 比如说你一执行发现什么 Type-L或Rail-L 就是有错误 这问题你不知道哪里错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刚才你直接把它贴到那个ChartGPD上面 让它告诉你说怎么办 它其实我觉得 它会比较详细的告诉你该怎么做 甚至直接帮你改 改成正确的 我觉得这是还蛮好的 因为透过AI帮你除错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还蛮 因为以前写程式的人 最讨厌就除错了 为什么 找出错误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前工程师 光他找错误以前我们跟同事那边就是互相帮忙一下 比如说我实在看不出我的程度哪里有bug 然后我就把同事叫过来 你帮我看一下哪里有错 你看反而别人看比较快 但问题现在不用别人了 你直接把它贴到那个ChartGPD上面 其实倒是可以 所以第二个我觉得 AI能够帮忙的就是 可以帮你除错 第三个的话 程式很 很复杂 或甚至程式你看不懂 有没有 你看哇 程式起来好多 但是每一行每一行 感觉好像你都很陌生 那你假设你希望 每一行每一行 到底什么意思 你希望能够 解释给你听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透过AI 帮你解释 别把程式贴上去 然后下面跟他讲说 请帮我 解释 程式的意思 之类的 送出 他就会帮你把每一行每一行 程式都帮你做一个 类似注解吧 有点要说明 简单我是觉得 我看到的其实还蛮清楚的 所以如果假设 你担心那个程式你会看不懂的话 那其实AI是可以帮你 做一个 有点像一个助教的角色 每一行每一行 当然也不是每次都一定要这样 你初学者我觉得还蛮需要的 OK 那第四个我觉得 可以帮忙的就是 AI其实 可以帮你 有点像转译程式 什么叫转译 其实学程式最难的地方就是 你刚学会一个 可是问题你还有其他语言你不会 比如现在除了Python比较夯之外 其实像Java也蛮夯的 现在蛮缺Java工程师 或者C++工程师 或者VBA的工程师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在 不同的语言之间做切换 这时候其实AI也可以帮上 我试过 我觉得还蛮OK的 比如说 这Python程式贴上去 请帮我 转换成Java程式 真的 他真的开始把你把它转成Java 然后你把它贴到Java Rum OK 没有问题 比如说跟我们比较有关 前面我们写过一个 就什么 输入年龄嘛 然后判断是成年未成年 对不对 那如果你假设 这段程式 你希望把它转成VBA的话 很简单 你们可以试试看 就是贴到JavaGbd上面 然后跟他讲说 请帮我 转换成VBA程式 送出 OK 甚至啦 我是觉得 QRGBD你不用写很详细 请帮我转成VBA 就可以啦 我发现其实罪质不用太多 我觉得现在AI越来越聪明了 那当然呢 目前的AI 我是觉得不只是 QRGBD一种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有介绍 有个Google的 那个Gemini Gemini其实我试了一下 我发现不会比较差啦 我目前用的感觉 但是是伯仲之间各有优缺点 所以 我是建议 如果你这一种 比如说 QRGBD他可能得到的结果 不符合你要的 那没关系你可以试一下另外的平台 甚至呢 好像 现在那个微软的那个Edge里面 一打开就是Copilot Copilot其实他标榜就是他GPT4 现在QRGBD是3.5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用更新的AI 那应该用微软的那个什么 Copilot 那可能要用那个微软 可能 现在新的Windows11内建就已经打开 就是Copilot 那个浏览器打开就Edge 直接也可以在上面 把问题丢 那就可以试试看 所以AI的形式目前至少有3种 将来会不会有第4种 我猜应该是蛮有可能 越来越多 那至于哪一个比较OK 可能你们要自己试试看吧 那因为AI可能是 刚新起 所以目前的话 还没有一个是 最厉害的 因为他们现在还在竞争 还在比较 还在进步 而且全世界好像 最赚钱的 所有的资金都投入到里面去 那到底谁会胜出 也不知道 不过啦 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的AI 绝对 不会停下来 而且 会越来越发展 越火热啦 我觉得 因为现在 所有那个 好像股票只要跟AI有关的吧 应该都一直涨了 那涨到什么地方 对 现在台股已经2万点了吧 OK 蛮恐怖的 但是涨得好像都跟AI有点关联性了 跟AI扯不上边的 就不会涨 OK 所以 那这个现象其实跟那个1995年 网路泡沫化那个 的迹象 还蛮像的 OK 那时候跟网路有关的 通通都乱涨 即便那家公司一点都不赚钱 但是 那个 所有投资人 就是钱都给你 给你给你 随便花 随便花 所以他以为他要花什么 就乱买 乱用 最后花完了 东西有做出来就成功了 做不出来 那就爆掉了 OK 所以 多久会爆掉 不知道 那时候是1998年 三年之后 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 大概AI 但不一定啦 因为有的时候 撑比较久嘛 撑比较没那么久 OK 也就是说啦 所有的公司他还在想说 到底我的商业模式应该怎么样才能赚钱 有没有 像网路新起的时候谁知道网路要 而且如果你 1999年所有人 他怎么会知道有电商的东西 有没有 电子商务现在这么流行 所有东西 买东西一定是 网路上买嘛 对不对 那可是 你回推回去 那个年代的人怎么会知道 有这个东西 而且他压根 不知道 以后买东西可以不用 去商店买 直接就帮你去到家里了 OK 所以 这个 往后AI会怎么变化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想而知 这个东西是好东西 那只是说 商业模式 要怎么建立 恐怕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不过这上面 商机才还蛮大的 因为AI有点像 一个平台 那你要在上面怎么样 去做一些事情 恐怕就是 后续的发展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所以 刚刚讲的 其实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第1个单元 OK 第1个单元这边有 开发环境 上礼拜 那我们主要是把那个 SPYDER 3 位置 如果假设你是低跌 就不用变更 如果你不是低跌 那可能你就要装一下那个 NORPAY++ 这个上礼拜讲 还有写一个简单的程式 就这一段 所以如果假设你上个礼拜的那段程式 假如没有存到档的话 其实也没关系 我们云端上其实都有程式 然后如果你下一次要RUN的话很简单 我是放C碟 C碟的 Python 384 找到Skrips 那一样呢你就直接执行那个 Spyder Spyder OK 有没有 点两下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因为他第一次启动会比较慢 那这个速度快慢可能跟你电脑的等级比较有关系 还有跟你的那个 硬碟的种类有关 因为其实硬碟如果 假设是传统那种 马达式会比较慢 可是如果你是那种SSD 固态硬碟的话 那这样会 更快 而且 固态硬碟还有分很多种 还有他速度更快的 一下都太 那像这个 其实 跑得比较慢一点 打开之后的话 那上个礼拜的程式 如果 假如你有存档的话 理论上这边都有 可是如果没存档的话 其实云端上都有我们上个礼拜 写好的这一段 比如说 上个礼拜那一段程式 假如你没存到档的话 在云端白板上面的第一单元 打开之后 以后我会讲说 第几页 比如说第2页这边就有这个程式 你可以把它Ctrl C 直接Ctrl V 那就可以弄了 比如说这个跑起来 有啦上个礼拜的东西 有没有 其实我是没有特别的存档 不过呢 理论上 他开起来应该会 帮你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直接打开来 在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我是建议啦 最好如果将来你写好程式 那你就把它存档一下 比如这一段要年龄好了 OK 比如说 你存档的话 我用另存 另存为好了 那副档名的话 一律就是点PY 然后呢 名称的话呢 也许叫年龄 那存在哪里呢 我是建议啦 你可以把它存在 我这边 我是在C点底下建一个目录好了 叫Python 2024 这个目录 然后就把这个 程式呢 直接存在这里面好了 将来比较好找 不然的话 将来你写完程式 下一次来又不见的话 那就蛮麻烦的 OK 所以 存档的部分其实跟 一般office也差不多啦 只是说你要找到你 存档的地方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好了 上个礼拜这个年龄的部分 然后 年龄的部分的话 我们是第2单元 所以 请各位看一下那个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这个地方 那这个上个礼拜讲过了 所以今天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讲到这边 应该是在第5页的地方 就这一段程式 OK 所以如果假设你上个礼拜的 程式没有存档怎么办 你就找到第2单元的第5页 然后把这段程式 Ctrl C 对 然后你就直接 把它贴到这边来 贴上去就可以了 怎么贴啊 你开一个空白就好了 然后直接把它 直接Ctrl V贴上就好了 然后再Ctrl加 Ctrl加就是放大 就有了 OK 当然最好是可以有时间自己打一下 如果实在 来不及 或 怕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不然你就至少 学会 Ctrl C Ctrl V 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那自己的改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上个礼拜的这个 程式 做一个修改 改哪里呢 也就是说因为我们 上个礼拜只有分 成年跟未成年 那我如果希望呢 可以把这个程式换一下 比如说呢我希望 成年的部分 可以把它分成 因为成年就18岁以上 可是感觉好像18岁以上 都是成年 好像有点没有分得太细 所以我希望呢 比如说什么 18到35岁好了 18到35岁就要青年好了 然后35岁到60 65好了 等于35到65 那叫壮年好了 那65岁以上的话呢 叫老年 OK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给各位一个题目 请你帮我把成年的 这一个 有没有 我们上次是一个else 对吧 然后呢 好像我 好像逻辑 这个逻辑 我们上个礼拜 这个地方 我是把它写成大于等于 不过其实如果你假设 你变成 方向改的话 那上下颠倒而已啦 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差别是这样 我把它改成上个礼拜 写的好了 有没有 就是 如果是大于18的话 那就是成年嘛 反之就是为成年 我刚刚的写法刚好颠倒 所以呢 反之的话呢 那就是什么 小于18 那小于18那当然就是为成年 反之就是成年 所以有的时候 那个逻辑 你不要转不过来 你看啦 你怎么习惯 你就怎么样表达 我上礼拜好像 我们就用上礼拜 上礼拜是大于等于 有没有 所以这边的话是 这边就是成年 反之就为成年 好 那如果假设 我希望能够把成年的 这个区间 再切成三块 青年 壮年 老年的话 比如18 到35 包含好了 那是青年 35岁以上 到65岁 就是壮年 反之 剩下来就是老年的话 那这程式该如何写 请各位试试看